2022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 澎水百年孝庆之夜 现场赖峰伟丽临现场带来祝贺 舞台活动于晚间7点30分 由澎湖海市水产职业学校带来一系列精彩演出 当晚舞台活动由澎水带来精彩演出 New Days及澎水街舞社带来的舞蹈表演 一群趣味相投的男人组成的海翁合唱团 演唱耳熟能详的歌曲 澎湖海市辅导师Windy老师和他的学生 一同带来100捧水舞高赞演出 以及由捧水毕业校友组成的捧水街友会 带给民众捧水人的热力与活力 压轴的部分则是由歌手荣中豪 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唱曲目 台下粉丝也给予热情的回应 让澎湖海市学校百年孝庆活动炒到最高潮 第二个节目 One day I could be you Baby boy you could be me 出發如果不及 讓我陪你安靜 I wish I could hug you Till we really really be free 好大多玫瑰裡沒有珍藉 最後只會幫到水美麗 最美麗的時刻是半季 別讓誰去暖炎了你 你是你我是你的心 為我愛確信的愛你 澎湖海市百年孝慶之夜 現場賴豐瑋歷臨現場也帶來祝賀 原定於晚間九點起飛的無人機科技燈光秀 受到氣候影響取消演出 但美麗加瑪的煙火照常施放 氣勢磅礡且絢爛奪目 讓許多彭學校友近乎連連 並且倍感榮耀 比較好 猶豔 救出 你 Olympic 你 你 我是國立特務台視學校校長 今天很高興是我們澎湖水百年的校慶 那我們感謝縣長特別為我們加放這場演過 來感謝旅遊處大力的一個支持 第一個今天加演這一場是慶賀蓬水一百歲的生日 我們祝他福如蓬海壽比觀音 聲音和音樂 非常高興 接著一場戰車 由於駕車的iel機 任務次動噴火 旅客的距離 中文字幕——YK 澎湖省政府表示 澎湖海市学校校址位于花火节主场地观音亭园区旁边 近年来花火节活动受到澎水的许多协助 如在花火节办理期间 加派人力协助安全管理 以及提供学校部分区域作为停车空间等等 澎湖海市学校也表达对澎湖观光发展的支持 今年花火节正式迈入20周年 齐光未来也能够像澎水一样长久发展 记者汪海龙报道